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万向前冲 理财放轻松 跟着股市权威来看台股今天的重点 央行祭出了史上最狠 全世界最严的打房政策 那么这么重重一拳打下去之后 对于营建股还有台湾的房地产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震撼弹我们今天来解读 另外竹山科技 长华都因为 打入到台积电的供应链 股价亮眼的大涨飙高 下一档个股 你一定要把握 这个可是跟台积电的 COA生产制程有密切相关 专家要教你用四字口诀 挑出标股 哪四个字怎么挑 能不能举些实际的案例 让大家懂得如何灵活运用呢 今天的节目当然要看 联军处置就到今天为止 下个礼拜就要出关了 你期待下周的走势吗 会不会先下再上 那该怎么样拟定策略呢 投信的索码真的有看头 这一次市集刚从底部 慢慢地垫高之后 逐渐地在周四周五这两天 加速度喷出了 这一波的目标价看多少元 怎么看怎么算 才客观才专业 想知道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每一分钟 从头到尾请你锁定好 当然如果周末要复习的朋友 记得你可以到YouTube去搜寻一下 股市权威陈薇良 就是薇杨老师 我唯一的官方YT频道 喜欢我的内容 看完的时候 顺便帮我动个手指头 按个赞 那当然也欢迎您多多地转分享 给我们一些指教 给我们一些鼓励 好 那今天我想大盘的部分 眼看已经要来挑战季线了 那季线现在就在眼前 大家应该已经不去怀疑 会不会站上了 这个时候十个投资人 可能有九个都认同 站上季线只是时间早晚 然后接着就会去看 两万三甚或两万四 其实这一连串的剧本 欧阳老师不就写好在前面 事先就跟各位讲吗 当成交量缩到两千多亿的时候 我就在节目 不止一次提到 上季线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一定会上 那我从来不是凭感觉 瞎猜瞎说 我喜欢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拿逻辑跟数字来佐证 比如说我跟大家提到 道琼指数创历史新高 S&P500指数创历史新高 到昨天也都还是大涨 续创历史新高 可是前一段时间 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费半 却好像反弹无力 但是我就说了 美股的四大指数 在趋势上它绝对不会脱钩 所以各位看看 昨天的纳斯达克跟费半 有没有大涨 有 而且费半的涨幅还最大 这就印证我讲的 落后的开始加速度上涨了 再者我说台积电的AD 早已领先收复季线 所以2330台积电也会上季线 你看今天的台积电 是不是上季线了 有吧 上了季线 所以台股当然会上季线 我们就不用把心思 放在大盘什么时候 攻克季线这个问题了 好 今天大家关切的焦点 我想当然就是央行的大房 不论你是有壳一族 还是无壳蝸牛想买房 其实股房股市房市 对我们大部分的台湾民众来说 真的都很重要 央行打房的内容 时间关系魏昂老师不赘述 我想大家也都可以 从媒体资讯当中 得到相关的报导 我先讲结论 这一次的打房 直接冲击的受害者 有三种 分别是多屋族 也就是你名下已经有房子 可能要自产 要投资 要炒作 有两户三户 甚至更多户的多屋族 换屋族 即便你是阵阵当当的 想要换房子 因为家庭的需求改变 现在有一间 你要再换一间 除非是先卖后买 可是先卖的时候 你要有地方住 否则这种所谓的换屋族 也会受害 第三种就是小型建商 资金实力比较不充足的 过去只是因为 这一波的荣井 也有很多的小建商串出来 这个时候 他们的考验会非常严峻 至于不受影响的则包括了 新清安贷款的清安族 还有买房子直接拿现金的 当然那个就是所谓的 有钱人 第三种始终不受影响的是 商用资产 这一次的央行打房 我认为 短线上面 它一定会影响到市场的投资氛围 毕竟跟我们在看 任何的金融商品的逻辑是一样的 价格如果已经连续大涨 狂飙来到高档的时候 你碰到重大利空 这不可能不受影响的 那彭 这个抱歉 不是彭华一南 是杨金龙总裁 都已经讲到 这一次第七次的打房 央行的内部 他们所花的时间跟力气 甚至比前六次加起来还多 你就知道 这个是直接叫叫板 炒房的投机客了 你敢炒我就跟你打到底 那台湾的房市 的确在全世界主要的都会区来讲 相对真的是价格比较高 那如果再进一步去对比 大家的所得 那所谓的房价所得比 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评估 合理大约应该落在六倍 但是以台湾来讲的话 其实是来到了十倍以上 所以当然大家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 那这一次我觉得房价有可能会从高档做出一些修正 因为每一种投资商品或每一种有报价的商品 只要有价格的东西 它本来就不可能永远涨个不停涨到天上 所以会有涨多后的修正 那如果你是想要买房子的人 接下来我要谈的内容值得你听听看 首先我们来看 从2000年以来台湾的房价的走势 不论是预售屋 新城屋 中古屋 我们同时把信义跟国泰的房价指数抓出来 各位一看这两条线 中间不论经过了各种的打房措施 空投 泡沫 股灾 经济衰退 其实它长远来看就是往右上角走 所以房价如果你站在一个超长期角度来看 真的是永远不会回头 永远不会回头的 如果我们进入把它画成数字算给各位听 2000年以来台湾的房价年均复合成长率 是达到了6.48% 各位要知道过去10年 台湾民众实质的经常性薪资 白话文就是说 你的基本底薪年均成长率只有0.57% 薪水涨幅追不上房价涨幅 所以当然会觉得面对房价 其实是非常的无力 再来因为这一次的现贷力 它形成了排挤效果 成屋的贷款限缩出了问题之后 如果真的有自助需求 会往哪里走 当然就挤到预售屋市场 所以我们看蓝色的这一条线 就是预售屋在七都的成交量 有没有 明显的往上 反倒是新成屋的部分 就开始呈现了有点下滑持平 这就是所谓的替代效果 偏偏麻烦的是什么 虽然房屋的市场有预售 有新成屋 有中古屋 可是就跟我们在看股价 它会有族群之间的互相比价效应 如果说预售屋的价格压不下去 它往上走高 一开始虽然成屋受到冲击 中古屋受到冲击 可是你看这预售屋一直上去之后 这边就又上来了 所以要全面性管制 才会收到更好的成效 另外大家担心 房地产弱化之后 会不会变成是银行的烂头寸 形成本土性金融风暴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银行的受性 如果针对不同收入的族群 来分类的话 最下面蓝色的区块 是年收在80万以下 中间黄色区块是80到200万 上面绿色区块是年收200万以上 各位仔细看这边 蓝色现在往下 也就是说 现在银行在放贷的时候 针对年收80万以下的族群 它的筛选是越来越严格 所以占比是往下的 反倒是中高收入族群的比重 是拉高的 所以显然虽然银行的放贷 已经接近满水位 不过整体的受性 还是有维持一定的风控 着重在族群的还款能力 所以不至于形成本土金融泡沫 至于说长远真正跟整个房地产来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常说房价的天敌 永远不变的是利率 这一次央行打房 再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 但没有调高利率 所以它非常清楚 不宜在此时动用利率 产生的效果只是会让银行比较限缩 然后进一步去筛选客户 但不至于直接去 好像掐住房价的咽喉 所以目前的利率水准 不至于形成房价大幅度的回档 另外一件事情 对房价长远来看也非常关键 就是人口跟家户数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是生不如死 不是在形容生活的辛苦 而是出生率低于死亡率 人口是负成长的 但是家庭的户数却在增加 到今年8月为止 台湾平均每一户的人口数 只有2.51人 这是历史新低 但总户数却来到了934万户 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现在在不动产市场 最夯的产品就是两房的产品 不论是大两房 标准两房 小两房 这个概念也就是说 假如以前一家五口 可能只住一间房子 现在一家五口 因为分住出去之后 可能住两间房子 或三间房子 这个会让整个房屋的需求 不减反征 只不过整个房地产的结构 会有些改变 大坪数的部分就留给那些 所谓的现金族的富豪高资产来自产 自住刚性的部分 小房两房仍然是当道的 所以我认为整体来讲 台湾的房市 台湾的股市 其实是紧密联动的 大家想看 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股市翻空进入熊市 也没有任何泡沫迹象 相反的股市正在挑战两万三 所以房地产呢 不容易出现大幅度的修正 况且我刚才所讲的 利率在低档 加户数在创新高 因此涨多之后 随着投资气氛跟资金的收缩 健康合理的修正会出现 但不至于大幅度的回档 那距离所谓的崩盘泡沫 我觉得那更是呢 目前是没有任何迹象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呢 你想要投资理财的话 那现阶段当然呢 有兴趣 房子还是可以看 不过呢 房地产 毕竟它上涨的速度 其实像是公车 但是股票市场上涨的速度 它像是火车 它更像是高铁 所以呢 如果真的有心想买房的朋友 我觉得把资金管理好 分配好 用正确的心态 先做股市的投资理财 或许你反而可以呢 利用房市在这边压抑 或回档的时候 把你股票的财富先养大 那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有更好的能力 去买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屋 好 那银建股的部分 我认为啦 那今天其实很多银建股 股价真的是大幅度的回档了 那倒地的银建股 跌停板的非常多 那短线上面呢 绝对不要去摸底 不要急着去做承接接刀 不过呢 今天银建股下杀有量 那我觉得有一些建商 其实他对于精明后年的建案 他的一个业绩任务 都是板上钉钉 很确定 有非常高的业绩能见度 或许呢 站在一个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 这一波的危机 对部分营建股 打折过后 击杀过后的股价 反倒是一个转机 只不过不要急着去做接刀 好 那我们回到呢 在盘面今天的 主流个股部分来看 6739竹森 今天盘中急拉 接近涨停板 那我们跟大家提到 这是呢 感测器切入到 晶圆厂半导体设备的 一家供应商 那另外呢 8070长华 切入到COAS设备跟材料 投信积极布局任养 股价持续的大涨创高 那接下来值得留意的是 这一档股票 跟大家讲 这一次我们在做COAS相关的个股的时候 从均华 均豪 惠特 万润 一档接着一档 那包括还有近期的智茂 竹森等等 这些个股呢 其实我们都掌握到 非常漂亮的节奏 虽然不是买在最低 虽然不用卖在最高 但是呢 其实大致上呢 整个波段 鱼肉最多的那一段 都被我们咬到 那跟各位讲 万润呢 它现在的一个经营策略 偏向所谓的轻资产模式 因为COAS的需求太强 订单外溢之后 自己一家吃不下来 扩产也来不及 而且会有比较大的一个 所谓财务累积的风险 因此它就寻求同业 来做结盟合作 委外代工 惠特就是在这样策略之下 股价爆发盆起 所以你不要看惠特呢 今年都还在亏钱 股价呢 却大涨创高 就是因为明年将会有 大幅度的转积 当然现在它的位阶已经高了 那我们今天呢 跟各位谈的这一档个股 一样受惠于呢 COAS设备 委外代工这样的趋势 那么现在比起惠特 均滑均豪 我认为它更大的优势 当然就是位阶低 值得大家一起来做把握 那想要跟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 想要掌握投资资讯的朋友 想要得到秘密的 隐藏版标股的朋友 记得加入魏亮老师 唯一的官方账号 atstock888 小老鼠stock888 休息一下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我们回来继续请教魏亮老师 欢迎回到股市前卫 再把时间交给魏亮老师 昨天分享了一档股票 盖牌股 那这是谁呢 其实有加入赖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了 不过魏亮老师希望呢 你们不要看到代号 就呢 一股脑的往前冲 要冲之前呢 一定要做做功课 那这档股票呢 是6863涌到KY 昨天涨停板创历史新高 今天早盘又创历史新高 可是今天股价有一点震荡 那我希望你们 是知道这档股票的好之后 要观察 要做功课 或者说你要有一些 投资的计划策略 不是呢 看到涨就去追 这个就很容易受伤 不过万一啦 真的是追在高点的人 你也不要太担心 好吗 其实跟各位讲 你至少去看一个东西 这是他的分点进出 昨天谁把他锁到涨停板 富邦证券 这个分点是富邦的总公司 他蛮喜欢做隔日冲的 昨天第一大买超的分点在这里 那你知道 所以开高之后 当然就会有风险 所以说如果喜欢得到一些标股 或者说喜欢看电视 来找名牌代号的朋友 当然你很用功 可是要记住 投资的细节 真的很多很多很多 如果自己没有那么多心力 只忙着把代号抄完了 其他都不管 那你真的是要找一个可以让你安心的团队 带你做股票 这是魏昂老师忠心给各位的建议 不是在这边浪费时间做生意 那今天创新高 那其实也代表上档仍然是没有太多的压力 所以这边短线震荡消化一下 未来是看好 毕竟RFID这个就是一个趋势 现在应用的地方非常非常多 主要在生活领域当中 你会看到就是像一些卖场 或者说服饰 那在结账的时候 就会需要这样的RFID 所以永道KY 这是它全世界几个 比较著名显赫的品牌客户 大卖场像Walmart 那像这个服饰的连锁 UNIQLO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那有机会呢 甚至你可以去逛逛街 使用看看 我就用过 我就觉得 那真的是非常方便的一个趋势 那讲到趋势呢 彩色电子书 也是一种回不了头的趋势 如果你喜欢看书 而且还喜欢做做笔记 现在有更省电 而且黑白变彩色 尺寸放大 还可以写笔记的电子书 因此614站正要 股价呢 这里已经准备要完成V转的攻击了 眼看就要突破前波高点了 还有呢 我们看到在疫情过后 很多的体感游乐设备商 纷纷的倒闭 撑不下去 那活下来的 就能够活得更强更大 就是智威 智威呢 其实除了掌握中国中东 这些重要的游乐园的 体感设备订单之外 那未来呢 更有爆炸性的大力多 是来自于呢 全球主题游乐园的龙头 也渴望呢 加大投资的预算 而且呢 释放订单 那这个对于股本小的智威来说 将是吃下了一颗超级大补丸 所以未来的在手订单 将会持续的倍增 那目前呢 新的厂区产能 已经呢 不服使用 因此呢 扩大它的新增产能 即将陆续投入贡献 那股价拉回之后 在上升趋势线附近 开始慢慢的扩量电高 这个还是一个 很明显的长多架构 那我们认为 全球的主题游乐园 未来呢 势必会增加在这个 体感游乐配备的一个比率 那这个也是一个 长期不会回头的趋势 最后呢 科技业 当然今年还关注的是呢 通讯的标准规格 进化到Wi-Fi 7 从三星到苹果的旗舰机 那受惠的6546正机 股价呢 创下历史高点 法人最新的一个目标价部分呢 也大距往上提高 现在上档无压 投信加码当中 后市可期 那联军下个礼拜一出关之后 我认为可能会先做震荡 不要急着去做追价 另外9958四季钢 那这一次呢 投信大概在240附近去做买进 如果呢 抓投信一档股票 波段目标 大概25到3成的利润 那配合呢 所谓的黄金切割率 从373高峰跌下来 如果反弹0.618 大概这一波呢 有机会往三字头来挑战 那这个是我们对于呢 接下来 如果四季钢的业绩 能够渐入加进的话 它的目标价的一些 初步规划想法 那威阳老师呢 总是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最用心准备的内容 除了记得给我们按赞鼓励之外 那威阳老师呢 也诚心地邀请 各位想要一起赚钱的好朋友 下个礼拜 真的要赶紧跟紧我们的脚步 因为第四季的行情 已经压不住了 那要得到全新的标股 第一时间卡位 最好的方法 就是直接行动 打电话进来 欢迎你 加入LINE也很方便 Add Stock888 祝大家操作的顺心 下周见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案所推介 分析的各别有加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但节目的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